本文獲鳳希乾先生授權轉載至鳳希乾13維度Patreon 標題是《香港盛廚鳥梁朝偉》 梁朝偉獲頒威尼斯電影《終身成就獎》 其實不是新聞 因為消息早在3月底已經宣布 當時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已經第一時間撲出來發公告祝賀 只是前幾天才在威尼斯舉行頒獎禮 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賀聲中 也有網民重提梁朝偉2022年所說的 支持鎮壓六四言論 並問有多少人記得 我自己是記得的 不但記得 更在《蘋果日報》滅登前兩個星期 於明彩版專欄寫過 該問題為梁朝偉談六四 不是刻意挖他的倉疤 只因為當時適逢六四周年 我想從另一個角度 談談港人六四記憶而已 後來蘋果消失 此文亦隨風而逝 今年4月初 我得識梁朝偉獲獎後 就在Patreon寫了篇文 記錄某位老人家和梁的小故事 呈現梁比較鮮為人知的一面 關於梁朝偉的過去 我已經寫過了 只想談下他的知謝詞 梁朝偉這次領金師獎 堪稱人生另一個高峰 但知謝詞卻很短 一半是感謝頒獎的李安 威尼斯電影節 太太劉嘉玲 親憑戚友和各地影迷 另一半則感謝香港及過去41年合作過的電影夥伴 我得意在香港成長 其後受香港電影界栽培 由此展開我的演藝事業 實在非常感恩 梁朝偉有今天的成就 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 確實跟香港有莫大關係 金師獎的耀眼光輝似乎令人忘記了 梁朝偉在香港電影黃金時期 即八九十年代 就算不是飄放毒藥 也從未有過好像周星馳、周潤發那種 令片雙吹之若驚的叫作力 九十年代由梁朝偉擔正男主角的電影 大多不過千萬票房 只是到了二千年後 雙周一成日漸減產 梁朝偉叫作力才漸漸提升 代表作自然是無間道和色界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於 正因為梁朝偉從來不是最當紅的明星 這個反而勉強他的飄放包袱 令他有機會參演不同類型、不同國家的電影 包括後孝賢、王家偉等導演的冷門文藝片 相比之下 揹著龐大飄放壓力的周星馳 戲露就有很大限制 極其量只能在國產007疏疏頭 惡搞一下阿非正傳的梁朝偉 威尼斯影展總監Alberto Barbera 是這樣評價梁朝偉 梁朝偉所演的角色不僅幻掛多種類型 且在不同圍道上架起了電影、流行文化 和藝術電影的橋樑 正因為他長期和有名望的得獎導演合作 令他聲明著起 最典型的例子 是他在王家偉《巴揚年華》中令人難忘的演出 令他在康城影展封帝 可見梁朝偉得金師獎 關鍵是他長期參演藝術片 而當中也涉及很多偶然 因為當年全港追看《雙周一成》 一線美的梁朝偉 才有空間胡亂闖蕩 跑去跟著 Acclaimed Award Winning Au Deux 拍飆放慘淡的藝術片 又是陰差陽錯造就了今天的成就 至於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點 即梁朝偉架起了電影、流行文化和藝術電影的橋樑 我覺得除了從前的香港 確實很難在另一個地方找到 梁朝偉令洋人驚嘆的多才多藝 拍電視劇、演不同類型電影 還當過流行歌手 在當年香港其實非常普遍 因為大家的心態是什麼都是、什麼都敢 思想沒有界線 很多奇蹟就是在各種隨機嘗試中碰撞出來 王家偉如是、周星馳也如是 梁朝偉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部 連藝術片都撈起來 想起一句老話 失之東如、修之桑如 梁朝偉的故事或者給我們一個啟發 做些跟別人不同的事 就算沒有即時成效 只要默默堅持下去 最後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的 除了當年香港 哪裏還有培育梁朝偉的土壤呢? 拍大陸片《捉妖妓爾》 《無名之女》 雖然也很多元化 可不太可能令他得到外國影展青來 看到梁朝偉獲獎 我覺得最唏噓的是 若非命運弄人 站在台上的人 會不會也可能是張國榮呢?